相关的两个部经过讨论以后 已经大概是确定了 那这两天经济部就会预告 号称台湾史上最大规模投资抵减租税奖励 台版晶片法备受关注 财政部经济部两大部会磋商后 门槛敲定5月1号开始正式对外预告30天 那我们的经济部的想法是 让台湾的这个研发再增加 然后领先的地位在国际上保持领先 那这个是国家的重要政策 针对半导体电动车 5G等企业研发支出25% 抵减当年度盈利事业所得税额 设备支出5%抵减更是不设金额上限 记者部表示考量国家关键产业发展 及税制稳定前提下 门槛定为研发费用需达60亿 研发密度需达6% 另外购置用于先进制成的设备支出 要达到100亿元以上 期望能够鼓励公司省根台湾加码投资 我觉得是不无小谷 因为毕竟那个申请的门槛往下调 当然就是中型的晶片制造商 那不管是60亿还是100亿 很明显的这个中型的晶圆厂能够受贵 第二个当然是成熟制成 避开中国的成熟制成的产品线 创造台湾在成熟制成的国际竞争力 国内晶圆代工业者 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 渴望取得优惠 IC设计业者联发科 记忆体厂华邦店等中大型厂生 有望达标 不过中小型IC设计公司 如果未能打入国际供应链 研发之初恐怕相对难以达到门槛 也有业界认为 台版晶片法案是先求有再求好 但产业政策人才短缺问题 也是未来必须思考重点 新唐来的电视 林玉堂沈为同台湾台北报道